全能狗S 98.1 98新闻台 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晚上 8点钟所播出的 全民Encore 全能狗S 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同样的今天的节目 在我们的news98YouTube 也有同步的直播 您只要在YouTube里面 搜寻98新闻台就可以了 那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打开小铃铛 可以收听到很多新的 影片的讯息和通知 那请多多帮我们按赞分享 OK好 那我想现在 这个我们讲说宠物也好 毛孩子也好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占了很大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那一个秤职的主人 我们常常讲说 一个我们要尽到 我们的四主的责任 其实呢 要当到一个秤职的 那个主人呢 不仅仅你要给他 很充足的一些 我们表面上看到的 比方说水啊 饲料啊 营养啊 还有一些预防的药品啊 或什么样子的保健啊 什么等等这样子 除此之外 其实啊 这个毛孩子的身心灵方面 也是我们非常非常注意的 我就有一个亲戚 是我太太的妹妹 我小姨子 他们家养了两只猫 那可是呢 就是偶尔有一只猫 会在沙发上尿尿 所以他们每天都是 一回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看 沙发上有没有尿 那他们自己也在 找寻很多的理由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 因为我昨天 对他讲话大声了一点 还是说呢 因为那只比较老一点的猫 现在11岁 叫皮皮了 那另外一只只有三岁 叫露露 那这个皮皮呢 就是 他是不是说 我站了他 坐在沙发上的位置 所以他不高兴 然后第二天就开始 在那边尿尿 他们一直不断的 一日三行五身啊 就是每天在那边 想说我自己的 是不是什么小动作 做错了 还是说猫杀 这个夹得不够满 或者说这个饲料不好吃 什么等等等 他一直在找寻 他自己的答案 所以因此呢 我们现在对于 饲养猫孩子 不仅仅只是说 给他吃饱 给他喝足 我们还要重视 他的一些食衣 住行 娱乐 还有心理方面的 层次的一些问题 所以现在的猫孩子 真的非常非常的 这个 我们已经 常常我们家里面 有时候讲的话题 都是猫孩子 所以说啊 这个如何能够 帮这个宠物 从他的行为上面 或是说 这样子到底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 往往呢 我们当主人们呢 就一直在探寻 这个答案 那我们今天呢 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们邀请到 其实在我们节目 已经今天是第三次了 一位我们非常非常 优秀的学妹 她是 这个行为受医师的专家 徐立宁 徐医师 她那个 不仅仅是 她过去在跟大家 聊了一些经验 或者说 她觉得这个动物行为的问题 她最近还出了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就是带她回家的路上 这本书啊 我想说待会儿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里面有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内容 所以这首好听的歌曲呢 其实是一首老歌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民歌时代 有一个木吉他合唱团 他所唱的故事 我们来听听看 歌曲 李宗盛 踏着一条长长的溪 远遍覆的诗之传 飘 飘过阿王的家 飘 飘过阿根的脚丫 阿昆的巴西是庄青蛙 阿我最爱是瓦底瓜 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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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 这是以前的故事 但是但是我喜欢他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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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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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飘过阿旺的家 飘 飘过阿根的脚涯 阿坤的把戏是抓青蛙 阿活最爱是瓦地瓜 唯有阿才弹吉他 这是以前的故事 但是但是我喜欢它 这是以前的故事 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它 这非常好听一首歌很轻快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毕业于台湾大学兽医研究所 以及呢 英国林肯大学临床动物行为的双硕士 那曾经来我们节目过两次 今年是第三次的兽医师 徐立宁徐医师 那目前呢 他是会思考的狗行为兽医团队的行为兽医师 而且呢创立脸书的粉砖兽医师阿末 那个末是沉末的末啊 兽医师阿末 小动物的日常行为 而且并有最重要最重要的 最近呢刚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就是带他回家的路上 带他回家路上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徐医师 徐医师跟他打个招呼吧 呃杨师好 然后newsio吧的 听众大家好 我是徐立宁兽医师 嗯ok 诶那个徐医师阿我想这个可北再简单的来说一下 就是说 呃我曾经也问过你 就是大家这个受ECE毕业之后 可能会做内科外科皮肤科心脏科或是眼科或什么等等 为什么你会对行为这边 我知道你大概有九年了 九年多的这样子职业的历程 嗯 那为什么你会把这个动物行为放在你的重点 哦这个要说有点误打误撞 我觉得其实有点命中注定 对那因为其实我的第一个硕士在台大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受ECE里面 但是我的老板就是张芳嘉教授 他其实并不是个受ECE 是 那他做的是比较基础的研究 然后那时候他的题目是 他给我的题目是忧郁症 嗯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在做硕班的题目的时候 我就是 嗯 嗯 有很多跟压力造成忧郁症这个方面的机构 这个这个机制的不仅仅在动物现在人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一块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十几年前就是这个机制可能就是还有很多要被研究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现在已经非常确立了 嗯就是压力久了会造成身心的问题 嗯对他其实真的是有一个 呃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在找他一些在脑部的一些证据 嗯对那这个不当当当他如果是有一个机制的话他当然不只是在 人吗他其实在动物也是一样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体认到压力对于呃并不是说你压力吞下去消化完什么就就可以 并不是都可以被克服的而且我觉得毛孩子受到压力的反应跟我们不太一样 是我们可能去旅行我们可能去打打球 嘿嘿打打球就像我一样打打球 然后呢我们可能就会诶淡化也好或者把这个压力转换也好 嗯可是毛孩子每天就在家里面或者说就是在跟我们在一起 他如果承受到的压力他似乎好像没有 不晓得该怎么怎么怎么解决哦 我们其实现在都应该说现代人非常非常在乎就是你都有个舒压方法每个人都有 那可能就是比较老以前的观念会说 呃你抗压性不足然后就叫你吞下去那其实现在也不一样我们现在在意人去输压那动物有没有输压方法 其实他们可能会有努力的想要去找只是说他的输压方法有没有办法被人类允许 OK那所以有时候动物的行为上面有一些 呃应该想说跟我们的想像或是我们的期待不太一样的 或许就是因为有很多一些这个莫名存在的或者说你不小心的会怎么样的一种压力在对啊 我们会称之为就是像是压力讯号 嗯或者是呃有一些有一些机构可能会称为安定讯号等等 就是他现在不太OK不太开心不太行的时候我们要看得出来 嗯那并且是要让他我们要知道说他这个样子是为什么不行 嗯那并不是说像早前早年的观念就是他压力承受久了他就一定可以接受他这个久了都会出问题 是所以所以你看到的对于毛孩子的这种身心灵啊 真的是大家要格外格外的注意啊 那我想先请徐医师能够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说呃因为我知道你从事行为这边一定因为一开始从事临床的受益是可能是在 我们的门诊啊或者做一些尤其是你有做流浪动物的天啊什么等等的这方面努力 后来呢在最近的四五年转换到动物行为这方面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写这本书那你的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哦嗯想要写这本书其实是做我最终最终的目的目前啦是希望可以疗愈各位司主 哦OK怎么说呢是呃其实我一开始就还在做嘉义科的时候还没有做行为的时候其实我就是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呃 司主他可能没有办法看懂动物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嗯然后他就会去找嘉义科的医师说医师我的狗为什么咬人或者是我猫咪为什么不断尿尿等等 那他们会非常非常的苦恼但是因为其实这些问题早先啦就是在十年前我刚当嘉义科的时候其实这类问题是 就是兽医也许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给一个好的答案或者甚至我们不这么在意 嗯因为你这问题又不会又不会真的生病 哦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可能听到了我想要帮你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摊摊手 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加一颗受医师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 嗯对但是其实这类问题是非常非常困扰司主的 嗯对你家里有一只猫在乱尿尿 嗯这个你随便问一个司主你就知道他有多困扰对对你就是会发花非常多的时间 嗯然后如果你家狗狗会咬人你可能看他口看他可爱被他咬一次两次那久了你真的有办法 这样子一直爱着他吗对所以徐一世那你这边这本书里面的十一个故事 嗯就是你自己在有处有治疗不能讲治疗有面对过或处理过的这样子一个可以其实应该是说 嗯是这么多的主题然后里面有一些都是有一些真真假假贴贴臭臭的部分 嗯对那其实这些问题呃在我看来其实都不算是严重问题但是 四组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为什么会说我想要疗于四组因为四组当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啊我是全天下最倒霉的四组啊 或者是我的狗狗猫猫是全天下最皮的狗跟猫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嗯嗯那其实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就是呃这类问题其实很常见嗯所以其实这这些这几个主题都只是缩影而已嗯就是不同的不同的主题然后呃我取一些比较典型的嗯那如果你有看到这个问题你就会知道说你并不是全天下唯一的那一个对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人跟动物之间很常有的 呃摩擦或者是误会那我们如果发现了呃这个问题并且接受了他的平常性我们其实就可以好好的处理嗯我们可以好好的谈嗯嗯就像忧郁症嗯我们接受了他是一种疾病我们就好好的谈嗯嗯那那只要有处理其实就有办法可以处理嗯嗯那最怕的是就是四组觉得啊我是不是好倒霉 嗯或者我的动物是不是都在整我对就像我那个亲戚一样我天在找答案你知道都到底是什么回事这样子嗯OK好呃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是犬毛行为咨询受医师呃徐丽宁受医师来跟我们来聊一下 尤其他军新出了一本书是带他回家的路上里面有十一则故事其实呢大家可以买来看看或许你中间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进入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全民oncod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是犬毛行为咨询兽医师 徐丽宁徐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我们毛孩子 到底他的这个行为上面有些哪些问题 那到底他的真正的背后的代表的意义 另外呢也跟大家推荐这本非常好的一本书 就是带他回家的路上有十一个故事来跟大家聊一聊 好来徐医师啊 那我们简单的讲说那你写这本书他基本上的编排跟架构是怎么样铺成的 让我们的读者或是这个要看这本书的人他能够有一个依循的方向 OK其实这本书啊你11张我是觉得你看完一张可能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 然后你可以每天睡前看一篇你要从哪一篇开始看其实都可以 但是我当然会有一个顺序啦我觉得这个按照顺序来可能会比较顺 那第一篇的话我选择了一个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入门 就是比较简单而且也非常非常常遇到的就是小朋友长大 然后以及跟你家里的狗狗老了这个相处上其实都会有的摩擦 我真的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他可能其实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觉得非常非常有共鸣 因为因为这个是很多人其实每个家庭都遇到的对啊对啊对啊 像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就是最容易会有共鸣的问题然后中间比如说像多毛家庭啊然后 然后有一个主题比较大是动物的沟通肢体语言这个部分这个我拆成三节 然后到后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老年的部分这样子所以从小然后到老这样子 有一路的这样子来铺陈那我简单问11个故事里面主角狗多还是猫多啊狗比较多 狗比较多啊对狗多很多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遇到了狗的问题的对啊 那这些这些故事其实我刚其实刚有说过嘛就是他有一定的真实性 可是其实我都有去做一些趣事别话就是你不会看得出来是谁 那就是拼拼凑凑真真假假然后我把一些比较我认为典型的故事一个一个写下来这样子 然后我中间其实希望是大家读者是看得非常非常顺的 所以我自认是还蛮幽默的对就是里面开了很多玩笑这样子 那严肃部分当然也会有然后也有非常非常多的reference就是有很多文献 就是都不是口口说百话我里面的一些观点对对对都有如果你是很认真的读者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翻后面有很多的文献就可以去推前面的那一段 这样子学校我大概有看了大概呃前面在四分之一哦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才看了一部分 但是你中间有没有中间有观点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在我们今天节目的这边一开始来讲 到底我们身为我们的毛孩子叫做宠物 嗯还是伴侣动物嗯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意涵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呃 从属关系或怎么样 可以不要来这边一开始跟大家先聊一下这个 ok好嗯 宠物跟伴侣动物其实我后来会很喜欢用伴侣动物这四个字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哦怎么说我们的用字 潜词潜词里面有很多的暗示嗯那宠这个字嗯跟伴侣动物嗯其实你在使用上的时候 其实你你就会不经意的你用伴侣动物之后你就会比较尊重动物 怎么说呢宠这个字好像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宠你对对对我我我很喜欢你 所以你才有这个地位嗯嗯可是伴侣动物的话是呃你是我的伴侣所以你跟我是平等的嗯嗯那呃你如果是平等的话 那其实我应该是会去尊重你跟我的差别嗯那这个差别其实是动物他天生跟我们就会有一些差别嗯嗯那这个差别他生下来的时候 其实如果我们认为他是伴侣动物他就应该就被去尊重以及去接受嗯以及我们取得他决定要养他的时候 虽然是我们是给他吃给他喝照顾他的人对但是是我们主动取得动物的所以这个四主责任就会 需要去考量这个动物跟我们的差异好嗯嗯那也点是我伴侣对对对对 panda不一样的对 那如果宠物的话感觉上是呃我必须要他他必须要取得我的喜爱嗯嗯嗯嗯...他才可以留在家里有的那种感觉对 後宮加力三千對不對 誰最最寵 對對對好像是他必須要討好你的這種感覺 但其實事實上我覺得 他也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對對到現在這個人類的文明程度 我們應該要去非常平等的尊重動物 沒錯其實我們曉得在英文來講寵物叫Pet 對不對就說這個寵 然後其實在我們現在小動物獸醫師學會 全世界的這個Wasava就是世界小動物獸醫師會 我們現在都稱之為Compagnia Animal 就是斑魚動物 其實這相對於這種關係上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點 這本書上面我清楚的看到有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關係結構上的一個很大的改變 好來我們聊一下主題 陳如我剛剛講的一開始講的 貓咪亂尿尿 他他他到底背後代表什麼樣的壓力 或是什麼原因 可不可以跟大家簡單來說呢 亂尿尿原因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耶 那亂尿尿的話如果我去看的話 很簡單的分譬如說生理因素跟心理因素 那會來找我大概都會認為說 他是因為行為問題也就是心理因素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看到的生理因素跟心理因素 大概都綁在一起 就是你很難說哪一個是單純的生理因素 哪一個是單純的心理因素 這個他其實就是生理問題 那他當然就不是一個單純的行為問題 來找我這邊處理 對 所以如果我收到這樣子的 貓咪亂尿尿的個案的話 我們必須要很 我這邊可能問診大概就是會 一個半小時 會需要把他的history 這history包括生理的問題 就是他得過什麼病 然後他曾經在哪裡看過醫生等等 這個都 或是做過什麼檢查 對對對對對 那就是去include他的那個 生理的部分這個考量 然後除此之外 還要去看一下他的飼養的環境 以及飼養的條件 所以你來看診 往往有時候是出診耶對不對 尤其是貓咪 尤其是貓咪 因為行為問題 可能跟他的生活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是啊 他的像是 一定一定需要看就是像是貓沙盆 對不對 他的數量啊 然後他的動線啊 他是不是很容易取得啊 然後 這個貓咪喜不喜歡這種貓沙啊 等等 那除了貓沙盆之外 你還要看一下他跟 因為很多貓咪是 就是很多貓咪家庭 他會養不知一隻嘛 對 那貓咪亂尿尿又是他一個 社交行為一個重要的表現 那你就要知道 他跟家裡的其他貓咪關係是怎麼樣 嗯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故事 嗯 我們一個半小時要去 問這些東西 有時候並不是這麼的容易 那在你過去的看診的病例裡面 大概最大的原因 可不可以歸內一下 比方說貓沙盆不夠 比方說 我們排除他的生理因素之外 我覺得比較簡單的話 可以去講話 嗯 嗯 我 像楊醫師你剛剛講的那個 有一些我之前有一些很 比較應該說比較單純的啦 就是有很多那種因素很複雜 但有一些很單純的是 譬如說 過年後 然後 被訪客坐過的椅子 嗯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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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尤其是公貓 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 因為公貓 他多少還是會有一些領域行為 皮皮是公的 嗯 鱸鱸是母的 對 那你是誰 你沒有來過這裡 你為什麼要來我家 你來留下的味道 我就要尿一泡把你蓋過 對 所以這個 這個 比較簡單的故事 典型的故事是 有可能是這樣 對 但是 可能還是要強調 我們不能很 嗯 不能很簡單的 把它就這樣解釋 當然有可能有其他原因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再問問那個 我們許醫師另外一個問題 喔 就是說這個 呃 我們看到之前有一個 某某衛生紙的廣告 那隻狗狗在家裡面 是啦啦 對 還算好 只是抽那個衛生紙啊 面紙之類的 那我們想有些這個 這個狗狗他就是活動量大 然後好像幾乎 就把家裡拆掉一樣 那針對這樣子幼犬 他都會在家裡面 或者說即便到成全 還會有這種 我們在我們人的看來 所謂的這種 搞破壞 嗯 那請問這種是正常的嗎 還是說有什麼樣子狀況 可以避免 我覺得如果是幼犬跟成全 可能就是不同故事欸 嗯 那幼犬其實他有一個階段 他會有比較多的 探索的行為 然後以及就是 呃 需要去練習之後 如何譬如說社交啊 以及如何狩獵啊等等 所以他在家裡咬東咬西啊 有一個階段如果是幼犬 我們可能還會認為這樣子 並不太奇怪 嗯嗯嗯 那呃 等於說他這個時期有這個需求 那他如果有這個需求 就像小朋友他在玩當中去探索世界 那你就要滿足他 嗯嗯 那如果你不想要拆家 你可以買其他的 比如說玩具類的東西啊 呃 啃咬類的東西啊 就是讓他去呃 表現這個需求 嗯 但他如果是成犬的話 我可能就是會 強烈要求這個四族 嗯 你要不要在家裡 裝個攝影機 嗯 你看看他 獨自在家是什麼樣的狀 在幹什麼 對對對對對 他在避蝦米棒 嗯 對那他會啃咬 的話一定有個原因 嗯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就是 會有成犬用啃咬這個行為 來當作紓壓的方法 嗯 那他如果紓壓紓壓 那他為什麼需要紓壓 嗯 對所以他自己在家 為什麼會有這個行為 我們可能就是會需要 嗯 用攝影機來去 取得更多更多的資訊 OK 所以也就是說 你你的這種觀察 越仔細 為什麼其實能找到問題 會越 是啊 因為他不會講話 對對對 他如果告訴我 那就沒有問題了 對啊 那因為他不會講話 所以我們會需要 呃 去 四族的觀察 嗯 嗯 欸許醫師啊 在廣告之前只剩下三四十秒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有沒有性別差異 你說蠢跟貓 狗跟貓嗎 不是 我說以狗狗而講 就我們剛剛這個提議 就是說他可能會拆家 或什麼那種 這公母上面 性別上面有沒有差異 我覺得公的還是會活躍一點 對對對 還是多少會活躍一點 會比母的會比較那個 嗯 但這個是我個人的經驗 這個有沒有文獻 可能他會去找一下 嗯 OK 好 呃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的 特別來賓呢 是犬貓行為的諮詢獸醫師 徐立寧 許醫師 那喔 尤其最近寫了一本好書 叫做 呃 帶他回家的路上 這本書呢 其實提供很多一些 這個我們對於動物行為方面啊 非常好的一些說明 我們今天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 來到98新聞台全民uncode全能狗S寵物當家節目 我是獸醫師楊靜宇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的特別來賓 是狗貓 喔不能講狗貓 犬貓 的行為 諮詢獸醫師 許立寧 許醫師來跟他聊一下 這個有關於這個 呃 這動物他承受到壓力 或是行為上面有哪些問題 以及呢他最近 新出了一本書叫 帶他回家的路上 那這本書呢 非常非常值得參考 許醫師啊 我們回到這邊來 我想 在養狗狗的這個 主人們 喔 那個最常碰到的問題 應該就是 那個 在家隨地便利 有時候到處尿 到處大 什麼事 然後講也講不聽 媽也媽不聽 我想請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訓練狗狗在家 這個上廁所 有沒有這種可能會成功的 那當然也有很多 就當我墊個布啊 墊一個什麼這個 呃 尿布這種這樣子 材質的東西 他就會在那邊尿 那請問一下 訓練狗狗 大小便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可能的 欸 如果是在家 定點大小便 這個訓練 如果從小的話 其實 呃 品種權 應該是滿容易成功的 但是如果是米克斯 我覺得不是這麼容易 那 我先說 呃 呃 再加上廁所這件事情啊 其實他是違反狗狗的天性的 嗯 所以如果 呃 應該說 狗狗有一個離潮排泄的這個傾向 那他覺得在家附近上廁所 可能會引來 敵人或者是 讓別人知道他在家裡 嗯 所以越焦慮的狗狗 其實你越不容易訓練他在家上廁所 哦 因為他覺得 呃 再加上廁所是危險的 有人會來攻擊他 之類的 嗯 所以呃 其實這個訓練是 不這麼 貼合狗狗的天性 嗯 但是因為其實狗狗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已經 非常非常多年 在這麼 這個循化這麼久 以來 所以一些品種權 他可能 這個天性並不是這麼強烈 你要去訓練他在家裡上廁所 是可以的 嗯 但是他可能必須要在很小的時候 就是這麼做 嗯 以及我們必須要體認到 就是很多米克斯 嗯 就是那種 他自己謀生的能力非常強 就是狗狗的天性很強的那種米克斯 嗯 你要他在家裡上廁所 嗯 這個是一件 很為難他的事情 嗯 對 所以 嗯 我覺得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但是 以我的建議的話 我大部分其實還是會 跟事主分分析一下 比如說如果你這個是 米克斯 然後以及他年紀已經大了 你要改變他的行為 不太容易 嗯 那這種大概就是 我不這麼建議 訓練他上廁所 嗯 所以也就是說 訓練狗狗在家上廁所 可能牽涉到他的品種 嗯 你養他的年齡 對對對 如果是幼犬又是這種品種犬的話 他可能會比較上手 嗯 但是如果說是中途來的 或者說原本就是 比較有探索性 或者比較那種的這種米克斯犬的話 嗯 可能就會有點點麻煩 嗯 好那我們延伸這一題 我再請問一下 是不是狗狗都需要外出 帶他去散步 那這個帶他外面去散步啦 是不是有什麼優點 或者缺點 OK 然後主其實這個也有分成很多個層面 欸 因為確實是 在我這邊其實比較多嚴重的個案是 就是很很明顯的敏感焦慮 或者是譬如說他對於聲響很 或者聲響或者是會怕大型的移動的東西等等 就是他在城市生活是不太容易 就是城市的 呃 環境 對環境 然後資訊太多 不管是 呃 太多人 太多狗狗 太擁擠等等 就是並不是所有四族 你都有辦法讓 呃 在家附近去找到一個 一個地方是狗狗散步很舒服的 嗯 那對狗狗來說他喜歡散步的地方 當然是譬如說 呃公園 嗯之類的 但是像台北市公園可能也不見得 嗯 對 就是也是出去 晚上就一大堆狗這樣子 嗯 所以散步當然對他是好的 嗯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找出一個 呃 對他來說很適宜的 很安心的 對對對 就是訊息量少的 他才有辦法好好的去接受跟吸收跟消化 嗯 他散步是穩定的安心的放鬆的 嗯 而不是出去發現這是一個好擁擠跟好恐怖的地方 嗯 對 所以我們當然都希望他有辦法散步 但是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你不管是天性也好 還是說你的環境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其實有很多替代的方法 嗯 譬如說你在家裡找一些秀文的玩具啊 嗯 或者是說我有一些市主也是可能 他散步的地方 嗯 非常局限於 呃頂樓天台 嗯 嗯 等等這類的你其實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讓他消耗他的精力稍微放鬆一下 嗯 對所以我覺得他需不需要散步可能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嗯 對 好 那許醫生接下來問一個比較嚴肅一點的問題 嗯 因為現在這個大家的觀念 還有對待毛孩子的一些態度 還有這個這個我們動物醫療的一些這種提升 嗯 所以現在的伴侶動物我想伴侶動物啊 嗯 就是說現在平均年齡越來越高了 嗯 所以往往對於一些有些這種高齡的這種呃 狗狗或是貓咪 他對於這個市主啊 對於這個疾病上面的一些這個治療的一些取捨或怎麼樣 那你有沒有這相這這方面一些經驗 就是說到底他們這個主人也好或是毛孩子也好 會面臨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嗯 我 呃我覺得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切入就是我們現在在 以行為的這個習慧受醫師的角度啦 我們一直在推廣的事情是 呃就是低壓力的糾正 嗯 那因為年長的狗狗貓咪他 他當然就是 呃身體很多出現狀況的時候 就他開始會需要頻繁去動物醫院 嗯 可是如果去動物醫院這件事情對他來說是個壓力的話 嗯 其實醫療就很難施行到動物身上 嗯 對那那其實他可能就會呃很難有被幫助到的機會 嗯 這個是一個點 嗯 那另外的點如果是會需要 嗯 我蠻蠻蠻 我知道現在有蠻多受醫師有像是 呃安寧之類的概念就是你 到某個程度的時候也許你需要的不是積極的 嗯 對 欸我的書裡其實也有提到 也有一個這個故事 也有一張 對就是 嗯 很多四族在動物晚年的時候 其實他會收到太多太多的醫生給他的建議 那這些那些建議有時候是互相衝突 嗯嗯 對因為你看腎臟科跟你看心臟科 他們可能給你是不一樣的建議 對對對 所以這些這些 這些四族往往是其實他 他很confused 他不知道該聽誰的 嗯嗯 那他不太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的 就是他們最重要的問題其實都是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對重好 可是這個好沒有人可以給他一個真正的答案 對所以 到最後會 比如他會 我那一個個案其實他 他每天吃營養品就吃飽了 對那一種 就是 四族覺得你從頭到腳都要顧都要保養 所以就是每天給你 哇有皮膚的眼睛的關節的還有什麼 腎臟的心臟的 對 對就是那隻貓咪其實讓我印象蠻深刻的 就是 四族來找我的時候 他跟我說這貓咪有一些區蔽他的一些行為 嗯 然後然後他四族當然有點傷心嘛 然後我一問之下才知道 你也沒為他吃這麼多營養品 他主人想說我對你那好 準備那麼多東西要給你 結果你還反而離我越來越遠 所以 這個四族照顧到動物越老他越焦慮 他很害怕失去他 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這個在人跟動物之間的關係是好的 你很害怕 對 對 德斜因為 像我有個客人 他住在我们医院后面的巷子 他只要出这个巷子往右转打死不去 他就是要去医院 对对对这个链子就拉到这样子 在路上那边像拔河 可是往右走往直诊没问题 对所以其实毛孩子都知道 所以就诊看医生对他讲是一个压力 然后如果成如刚刚我们徐一直说的一只猫咪 每天吃的这样子那么多的一些阴阳品补品 其实无形中也是一个压力 嗯对好其实最后再想请问一下 就说一般是羊犬猫最常见的迷思 就是说诶这个 这是指哪一方面的迷思 或者说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跟我们说一下 哦好我想要提到一点也是 我觉得我蛮常看到他其实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 呃人会认为狗狗要忠心这件事情 忠心对那忠心的 呃这个概念其实在 呃 应该说我们会有一些什么忠犬小疤啊这样子 对对对你可能会期待他 呃等你 嗯 然后就是你你你去便利商店 或者是你干嘛 甚至有些市主会测试狗狗对自己忠不忠心 好像 全天下的人你就只能选我一个 嗯 这样子 但是 呃我的故事里面其实写到就是有一只狗狗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爱他的市主 我看得出来他们关系很好 对 但是这个市主其实就是会对 这个狗狗去 呃 有一些比如说想要追猫 散步的时候有些探索的行为等等 想要对其他的狗狗 文文秀秀 嗯 市主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不是这么的开心 嗯 那 嗯 这样子的一个对狗狗很忠心就是你任何时候你都要选择我的 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其实我觉得 呃 可能 也可以 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迷思 OK 所以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是对你不好 也不是不忠心 而是他自己内在潜在就会有一些那种探索也好 游戏也好这种天性 是啊就是 嗯 我想要 早乐子 很正常啊 对那其实他我印象我印象蛮深刻他其实是一只就是看起来很 很 就是比较爱玩的狗狗 那他可能不是那种就是像 呃 比如说像秋田的 这样子 不是那样子的性格狗狗 但是那并不代表这样子是错的 嗯 好 其实我们先进入广告 等一下我们再来聊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全民encor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雨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犬猫行为咨询兽医师 那最近他也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呢 就是 呃 带你回家 带他回家的路上 那这个非常非常值得来 大家来当做一本 不管你是当做小说看也好 或是当做一个工具书来好 他都给你对于你跟宠物之间某些行为上面得到一些启发 哎 徐医师啊 这边可不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你书里面你有十一则故事吗 那可不可以就都让你觉得感触最深的 或是说 其实我相信每一篇都很那个 就是说特别可以 在这边跟大家来介绍聊一下的故事 诶我 我想要介绍一下就是最最后一篇 那这个故事其实 他在讲的是 狮子的动物 那有一只狮子的猫咪 嗯 那为什么会觉得 跟他感触很 狮子的猫咪会有什么样的 症状 其实 他们 因为失智的机制啊就是如果你去看病变的话 他其实人跟动物是很像的 对所以其实他们 呃表现起来你会觉得很像 那像 这个这个这个个案我把他跟我的奶奶做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对比 因为我奶奶97岁 哇 所以那个失智倒不行 像猫咪他可能会就是 呃 呃不只是猫咪啊就是狗狗也会是人也是 就是 呃日夜失调 那晚上睡不着 嗯然后可能 呃 呃白天一直睡 等等 那这个的猫咪其实就有这样的现象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趣是 我记得我奶奶那时候会 晚上一直讲话 活力很高 然后晚上活力很高 然后一直睡睡念 嗯那 那一只猫咪也是 也是这样子 对对对就他会有夜间嚎叫那个状况 嗯 然后我当然会有一些我自己的情感投射啦 因为其实 我奶奶在晚上一直讲话的时候 其实他讲的都是他年轻的时候的事情 那那奶奶讲话是有有家人还没睡觉的吗 呃他在讲的时候大家都得起来 哦 因为没有人睡得着 是是是 对对对然后他讲的事情其实就是 呃年轻他年轻的时候的事情 我都听不懂因为我根本没有出生 对对对那个90多岁了 所以其实只有我爸爸听得懂 嗯然后他的那个 他在回忆他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有点亢奋的 嗯 那就我就把他连接到我那个个案那只猫咪 对对他其实 呃那个四主问我说就是要不要去帮现在这只猫咪 你去做一些就是生活上的改变 然后我跟他说 不用 因为他 也许就是失智症这个东西他的机制其实是 呃可能他 最近的记忆是 忘记的 但他记得是在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所以其实 我奶奶记得 其实他在 惦记的那个 时空已经没有了 他的老房子没有 他老朋友没有 但是这只猫咪 他的老房子还在 他的老朋友 就是他四主 都还在 所以你要不要去帮他做一个很大的变化 或者是 呃 我那个四主其实是说 我要不要把他 带去某个地方 我比较好照顾 我跟他说不用 你就让他在他 熟悉的 对对对 他的家里面 因为我就想到我奶奶 其实他一直 他一直想要念的那个老房子 他回不去的那个老房子 是是是 很早以前的那个房子 嗯 如果说你的猫咪现在还住在老家里 很好 让他继续住 对 哇真的蛮 蛮蛮蛮硬 刚刚讲应景了 就是蛮贴切我们现实 这样子的一些 这样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跟 这个 这个四主跟我问了这个问题 然后我跟他讲了我奶奶的故事之后 他就是完全理解了 对 就是你现在要帮他做什么很大的改变 或者是什么适应 什么不用 你 你的猫咪是幸运的 因为真的 我们的毛还是会老 我们长辈们也会 包含我们自己都会变老 所以因此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的这个 对过去的记忆是清晰的 我相信这应该都是共同 对对对对 因为在机制上其实真的也是共同 OK 他只是没有办法跟你讲而已 是许依斯啊 那我想因为节目也快到我们那个最后的这个段落 可不可以用简单的一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讲一下动物行为的受益师 那对于毛孩子的主人有什么一些 建言 或者说 这本书可不可以再 更仔细的透彻的 一句话来形容这本书 我可以再说一次 其实我是希望可以让大家 可以让四族感到疗愈 因为你其实你现在遇到的问题 并不是只发生在你跟你的毛孩 那你的狗狗猫猫其实也不是想要整你 然后你也不是一个倒霉四族 而是你们之间的一些 平 因为你是人 然后他们是动物 你们本来就存在一些差异 那些差异是应该要被尊重的 或者是说 我们应该要 告诉大家 这个差异本来就存在的 那遇到了差异 那没关系 其实我们好好的 一起讨论 然后怎么样让你跟你的动物之间 可以取得一个 最好的 生活的平衡 这样子 其实就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真的在此真的诚心的推荐这本好书 那其实呢 好像最近也 进入了我们的畅销榜里面了 对对 编辑刚刚跟我说 对 带他回家的路上 好像卖的还可以 是大快出版社的 那个 我们带他回家的路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